我的小伙伴们呢 这个机器一个月了 终于完整了 大家投两个币吧 公元2078年 由于人类滥用荒板科技 导致世界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丧尸 幸存者纷纷逃离原本的家园 寻找荒废已久的旧日武器 保护自己 最终在落日的尽头 我们找到了希望 说起科幻这个主题 机甲总是逃不开一个种类 不管你是被环太平洋当中厚重的铁拳所震撼 还是打小就喜欢高达视角里的那个世界 总之这样子的机甲风格 总是用自己独具特色的机械魅力征服着大家 那么本期的二斤自制 就让我们尝试用如今一张RTX3090的价格 打造一台硬朗且独具风格的AMD机甲MODE主机 既然要来打造机甲MODE 首先我们自然是需要一套机甲了 这里我们买到了暗原钢骨H02机甲模型 整体灰律的配色 看上去它就很有战斗力 除了我们的正面角色 自然也要有反派 机甲大战僵尸 不是为一个好的主题 看到这些生动的角色 脑中就不知不觉的展现出了一世界战斗的模样 当然如此小的一些模型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安装MODE主机的需求 为此我们是一并买回了它们身后的这个机甲维修平台 而它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机箱的一部分 机甲的部分有了 接下来就该去挑选主机部分的配件 考虑到整个支架内的体积也不够大 主板还是只能采用到ITX的规格 这回我们用到了微星的B550i 搭配CPU则是一颗AMD5800X 想在有限的可利用空间内 安装能够顺利压制它的散热可是非常不好选的 思量再三我们还是决定上硬管的分体水 毕竟一来管路是可以自己来设计 能够更加合理美观的去利用好支架内有限的空间 再一说我们装的是分体水吗 我们装的明明是排面嘛 这次整套分体水的配件还是来自BY 其中这个集成式的冷排 和我们之前那台中国红某的主机内部用到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回我们换成了120的规格 毕竟机箱内部的空间实在是有限 不过在实际烤机当中经过30分钟的FPU考验之后 开启了PBO的5800X 核心温度维持在了90摄氏度 略有降频 虽然这个温度表现与上次那台 使用了风冷的秋日限定主机是差不多的 但这回好歹我们是用上了5800X 我们表示算是能够接受 除此之外 这次我们还用到了两根影池的新药内存 一块三星的980Pro硬盘 一张旗舰级的蓝宝石RX6900XT 以及一颗来自酷冷至尊的 1250W的金牌全模组电源 以上这些配件本来都算是平平无奇 可是为了配合整机的风格 我们都对裸露在外的部分进行了做就的处理 连不怎么看得到的内存条 这次都被刷伤了两层丙烯颜料 现在它们都变成了这台MODE主机的专用配件 主机配件准备就续接下来 我们就该正式去设计MODE本身了 由于机甲维修平台模型本身塑料结构的 肯定是没有办法撑起一堆颇有分量的主板 电源之类的部件 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在塑料支架内部去安装金属的结构 这里我们从网上定制了几节这样子的钢条 在对外观进行喷汇之后 通过螺栓、胶水的固定 先把真正的机箱骨架搭建起来 骨架有了 可是机箱的前置IO与电源键该去哪里搞呢 这就凸显出了平时捡垃圾的重要性 我们从一台几进报废的饮食机箱上面 拆下了所有还能利用的部件 之后简单粗暴的通过强力3M胶 粘到了机箱主体的支架上面 这下子我们的全开放式支架 总算是有点机箱的样子了 至于显卡的安装 显然我们的主机正面是没有办法 留出足够的空间 给这块三风扇长的显卡 这里我们自然是要挤出PCIe延长线这种好东西啦 在它的帮助下 我们是成功的把显卡固定在了主机的顶部 固定好零部件之后 上下打量了一番 还蛮协调的 最后我们是要来聊一聊 这台MOD主机的外观喷汇部分 这次的外观设计主要就突出两个字 作旧 战斗过后伤痕累的机甲本身就是一种魅力 所以这回 我就是要把这台主机搞成破烂 准确的说 只是把它的外观做得稍糟糕一些 无论我用的是摒气颜料还是海绵碎屑 就一个目标 想让机甲平台显得年久失修 了无生机 无论是角落里淤积的泥土 还是持架上的苔藓 都是为了凸显这样的感觉 当然 主机里除了有机甲这样的正面角色 我还给它添加了一些丧尸敌人 尽量还原战斗的场景 在我看来 这台MOD主机背后 就是藏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为了证明我们这台主机 它是能够正常运行的 安装就位之后 我们就简单的去用它跑了游戏测试 毕竟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 5800X加2X6900XT这样的3A主机 玩游戏的话 自然是要直上4K 这里我们就看看这台主机Inf最高默认化之下的3A大作 与竞技类游戏表现如何 首先我们是要来跑跑看无主之地3 在这个优化不错的美慢式画风的游戏里面 整体的游戏帧数还是能轻松上到60帧的 跑起来是很流畅 到了德军总部心血脉 这样子同样优化出众的3A大作当中 顺畅的去吃满144Hz的显示 现在是A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在显卡噩梦赛博朋克2077里面 4K分辨率的压力下 6900XT也是颇有一些难受 整体的游戏帧数就大不如之前的两款游戏流畅了 最后我们再来试一试主流竞技类游戏 先来是绝地求生 在绝地求生这款游戏当中 我们这台3A主机是可以在4K分辨率下跑到120帧左右 成绩还行 流畅游玩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像是Dota 2这样子更加不持配置的游戏 帧数也是超过了144Hz 毕竟是如今AMD的旗舰显卡 顺畅打游戏还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游戏测试以外 我们也运行了一些专业测试 成绩照样还是直接展示给大家 小伙伴们可以来参考一下 总的来说 今天我们这台定制机甲MOD外形看上去十分阴朗的同时 内部性能也是绝对的强悍 毕竟整体主机也总共花费掉我们18000元 这个性能表现也是对得起花到的这份价钱 而在MOD的制作过程当中 所有的模型、颜料以及定制钢架 总共花费1706块钱 老实来说 1700块钱换来这个外观 我们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当然这个价钱是没有算上美术老师的手工费 相比材料上的花费 其实付出更多的还是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为了制作这台主机 老于前前后后花了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 做起来也是相当的辛苦 其实每次打造这样的MOD的主机 实用性方面相比常规放在正经机箱里面的机器 肯定是我们比不过的 毕竟我们都是用到了最原始的DIY手段 简单粗暴 但我们想说的是 制作这样的MOD主机 我们并不是一定为了最后把它当作一个工具 去卖掉或者去使用它 反而我们会更享受制作它的过程 每件作品背后总是藏着一个世界 你的想象力它有多大 这个世界它就有多宽广 本期的二斤自制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小伙伴能看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千万别忘了为我们这台机器点个大大的赞 还没有关注二斤的小伙伴们 千万别忘了 车车上方的关注订阅 再顺便打开你的小铃铛 我们就下期再见了